你知道18世纪的大炮威力有多大吗 我们常常在电影中看到 古代加农炮的威力非常的恐怖 只要能命中 一炮就足以让敌方战船 完全丧失战斗力 那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巧了 耐克的二舅家就有这样一门炮 据说威力相当惊人 一公里范围内毁天灭地 为了找到真相 耐克把大炮借了出来 准备亲自测试 他把目标摆在600米之外 首先填装火药 然后装入炮弹 接着耐克准备点火 引线被点燃后不超过 咚的一声 炮弹射了出去 浓烟也随之喷出 耐克被惊到了 看起来威力确实很大 可走近看才发现 目标板子完好无损 炮弹打偏了 但耐克在周围找了一圈 却没发现炮弹的踪迹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最终在离大炮150米的位置 找到了炮弹 这样的射程简直让人大低眼镜 为了测试威力 耐克只好把目标移到60米的位置 一切准备就绪 再次填装火药 塞进炮弹 点火 炮弹像之前一样 静止地射了出去 不负重望 炮弹成功击中了目标 可这也仅仅留下了一个小洞 整块板子仍然完好无损 这与传说中的威力相距甚远了 看到这样的结果 麦克气冲冲地往回走 准备将大炮拿去卖废体